赶棉人 中国性价比高的工作不在兴法里 而在新疆 每年秋季坐上绿皮火车 去那摘棉桃金 三个月赚五万 比物浓一年都多 新疆日照长 西北侧山地汇聚两洋水汽 完全不缺水 同时地广人稀 是棉花的天选之地 四分之一的世界棉花都靠新疆供给 五根手指对着棉桃五瓣花回手掏 手脚快的采棉人 一天上百公斤 但皮肉苦免不了 就算这样 巅峰期还有六十万人不远千里赶来 采棉人辛苦收割的棉花 经过五千公里的棉坊产业链 身价翻几十倍 远销海外 就成了零售店里老外的爆款牛仔裤 老外磕的主要是新疆长茹棉 柔软 心肤 透气 纤维强度高 弹力也远超普通棉花 在棉花的七个等级中 新疆棉基本都在一二级 而最生活毛巾用的是 顶级的新疆阿瓦T长茹棉 仅占世界棉花产量的1% 吸水性更好 掉毛率接近零 独特添加了瑞典高分子抗菌抗满材料Plegin 用久了也不变硬 不用去新疆就能体验到天然棉花浮脸的柔软 采棉这种好事儿 已经随着农业升级渐渐消失 但南疆还有大量招工需求 你打算上车吗